今天打算要坐牢 一天好像要關人酒 這樣把玻璃都砸乾淨 為什麼帶棒就棒 我要防身 拿著球棒跑到疾管署抗議 一下說是自我防衛 一下又氣得揚言砸玻璃 他是新北市板橋區的里長 為了公費流感疫苗 被李明長輩罵犯了 這阿嬤 發扁就扁 說不出就不出 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就不用公佈了 你公佈 你做什麼里長 里長生不出疫苗 衝到疾管署請命 另一頭里辦公室已經擠爆 老人家自發信發起號碼牌 外頭還有好幾位長輩 明明也提早來卻打不到 因為只有一百劑疫苗 全理老人家七百多位 怎麼夠 本來是一頂半 大家才會來排隊 現在十點多 就有百姓就來排隊 我們那些老人都來排隊 布告欄貼出施打通知 里長十月八號向診所預約 趙網立至少有兩百五十劑 打完要花三個小時 但這次直到二十號清晨 里長詢問診所才發現 只剩一百劑 不到一小時打完 也來不及通知長輩 說不由啊 我兒子經過 他說很多人 叫我趕快過來 結果就打完了沒增了 現在五四點半就沒有啊 重回禮辦公室 還是有不少長輩想來打針 卻撲空 統計今年公費流感疫苗 已經打了三百四十六點六萬劑 比去年同期多了七十多萬劑 六十五歲以上長輩 接種率達到百分之三十九點一 幼兒百分之二十七點五還是偏低 疾管署強調 目前還是以整體接種率為考量 會一直持續的提供下去 因為涉占的量其實也不少 所以不可能說把所有的疫苗 都配到某一個禮 我們當然也是致歉 是不用跟我道歉啦 就是只要是說 趕快把這個中央政策 我們也會地方會配合中央 疫苗真的是不夠 再三項長輩道歉 稍早里長拎著球棒 原先還想雜播離抗議 態度大轉變配合中央 只能勸老人家跑一趟診所醫院 三星人做好報導